日本药中店上方二楼火光四起 市中大火非常猛烈不断窜出 消防人员斗场已经全面陷入火海 大火弟兄立即付水箭 洒水灌救 消防队员翻头进行救援 另一侧蓝紫色火焰不断从窗户窜出 场面相当惊险 大火就发生在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上 捷运行天攻占旁 一间位在二楼的蒙古烤肉餐厅糖工 24号深夜11点半左右突然起火燃烧 经销人员到场也赶紧升起云梯车 从高空洒水灭火 大片浓烟不断往上窜身 火势也一路从排风管延烧到顶楼 大火弟兄也立即入内搜救 并紧急疏散17位民众 经货的这间知名蒙古烤肉餐厅 永久45年历史 可说是吃到饱餐厅十足 平均价位只要360元 深受韬客喜爱 如今安夜大火复职一聚 二楼餐厅全烧光 小烧面积约150平 店家表示 时间打烊离开10点内并没有异状 详细起火原因 还要再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侯宇翔 彭新美 台北报导 宇翔太阳